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想让对方听从你的意见吗? 五个无压说服的说话之道,你应该了解 无论是商场上的那种谈判啊,或者是协商 亦或是你是面对第一线的跟客人互动啊 或是你要面对客户啊 有时候更不用讲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角力冲突 如果你可以拥有好的说服力 不仅可以帮你趋吉避凶 还可以让你顺心如意,顺风顺水 所以绝对要学起来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还是要来分享一间特色咖啡厅 叫做M1 Cafe 这间M1 Cafe呢 可以号称是台北市早午餐的霸主之一 这间店呢,其实已经开业蛮久了 如果你是康熙来的忠实粉丝的话 其实蛮多艺人之前上这个节目的时候 都有推荐过他们家的早午餐 甚至连主持人 就是《纵一天后》小S也是蛮着迷于他们家的 墨西哥辣蛋卷 这款就是餐点 我这次去呢,当然也是要就是吃一下咯 那想当然而 我这是康熙的忠实粉丝 我当然是要点一下这款墨西哥辣蛋卷 这款蛋卷中间层就是有抹缩的墨西哥辣酱 本身蛮喜欢吃啦 所以这个口味我蛮喜欢的 那里面也有起司,就吃起来非常的浓郁 那它的主食是面包 面包有四款可以选择 有法国吐司或是一般的吐司 另外还有欧式面包跟牛角面包可以做选择 就有四款可以做选择 那它的餐点是个set 就会给你一个果汁 我这次去是喝到巴勒汁 饮料是咖啡跟红茶 你可以二选一 然后可以续杯 所以你如果要跟朋友专门聊天 你可以无限的畅饮 那除了刚刚说的这个欧姆蛋之外呢 这个套餐里面还附了手工薯饼 这个薯饼可以说是他们店的招牌 因为它是薯饼丝 不是像你就是在外面吃到这种薯饼 然后是小块小块把它叠在一起 它是用丝状的那个切片之后呢 然后再把它叠在一起去炸 口感一口咬下去就会很多层次 有点像这种千层酥的口感 但它又不会过于油腻 就是其实我本身对薯饼薯条类的东西 我不是就是有这么的乐成 但我可能这款薯饼我吃的时候 就觉得有蛮惊艳 因为它口感真的是蛮特别的 然后还会给你另外一个优格 是无糖优格 那里面有很多的穀物 吃起来就很健康 加上很饱 就是本身饱食感真的是十足 那价格当然也是有点 就是中高价格 因为说实在的 这间M1咖啡 我早在当年看康熙的时候 就知道它的存在 但当年就真的是没有勇气了 因为觉得它感觉很贵 你知道艺人爱吃的 感觉就是贵到我没有办法走进去 然后前几天我看抖音 就有人在介绍这间店 那我说看了一下它那个餐点啊 然后再查了一下它的价格 然后说 嗯就是三百多块 就是现在已经成熟大人 就是有赚钱 就可以去吃吃看 那这间叫做M1咖啡的大安馆呢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本身就是很喜欢吃早餐 但我觉得目的性啊 就如果你要跟你的姐妹 她或是跟你的另一半 想要约会的话 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它价格偏高 但是我觉得它用料 相对是蛮实在的 然后用餐的环境 就是服务也还行 就在此推荐给你 那相关的资讯呢 我一样有放到IG 其实你应该赶快去按赞追踪起来 好了回到今天的主题 想让对方听从你的意见吗 五个无压力的说服之道 你应该了解 第一点就是呢 想要别人听你的 就是你不要强求 他要跟你一样 什么意思呢 你知道原本你可能只是想说服他 去帮你做一件事情 但最后面有时候就会吵着吵着 就变成是价值观的冲突 跟差异之争 你可能当初 举例来说 你可能本来只是希望 他就帮你拿垃圾去丢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只想要说服他 他帮你丢垃圾 但是后面吵吵吵吵吵吵 有时候吵就说 为什么你就是对环境整洁 这么的不在乎 为什么我讲的事情 你都不当一回事 你都当耳边风 为什么你就是这么的不在乎我 你懂吗 本来只是丢垃圾这件事情 就可以慢慢的衍生成是 两方的一些价值观 或是一些思想上的差异 就有些人就觉得说 我东西 我卫生纸揉成一团 放在桌上 我等它聚集起来 我等一下会一次丢掉 那有些人就说 你为什么把东西放在桌上 不丢掉 你就是用一张 就垃圾桶就在旁边 为什么你要放在桌上 就是价值观的差异 但是你重点在于 你要说服的 其实是他帮你丢垃圾 所以你要成功的说服别人 你就要时时刻刻的 紧扣着你的目的 不要讲着讲着 然后又不停打上位概念 就跑到价值观去了 跑到那个想法上面的差异去了 就是不用他一定要跟你思考 跟你的逻辑 跟你的所谓的信仰 要是一致的 重点在于 他是否愿意帮你解决这件事情 或是他愿意就是顺从你的 现在想要解决丢垃圾这件事情 那他只要愿意做 其实你就达成你的目的 不用去真的让他觉得说 他一定要跟你爱干净 他一定要有洁癖 就是这个是你知道上位概念 就不用去打这个东西 就是解决你想说服他的东西 那就够了 很多人就是会你知道 就是一个小事情 但是为什么每次都解决不了呢 因为最后面你们就是要讨论一些 信仰上面或是价值观的问题 已经不是这件事本质上面 就是很简单的问题了 你打到太上位去就是 有时候价值观就很难被撼动嘛 就有些人就在谈感情也是 就是他明明就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不然他只是想说 你为什么要迟到 那那个人可能 就是习惯性的 五到十分钟的迟到 但是你其实只要解决 迟到这件事情就好 但最后面如果你把它推展到 我说你就是不在乎我啊 你看你在工作上就不会迟到啊 但谈恋爱你就会迟到啊 就是你到开始打一些上位概念 跟一些价值观的问题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偏提 你就反而解决不了你当下这个 你想要叫他跟随你的这件事情 跟说服他的这件事情 你就是跑题了 你跑到价值观那边去了 那虽然上看似你会觉得说 这是有相关的啊 就是他的价值观 如果跟你一样的话 那他就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但问题是价值观这件事情 跟上位的这个想法上面 他真的不一定要跟你一样 所以你真的不用强求 他一定要跟你一样 如果你懂得这个概念的话 你下次再说服别人 或是你希望他帮你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只要锁定在这个目的上面就好了 不要再去打 就是牵托 或是你知道往上面去打 那个想法一定要跟你一致 否则你就会觉得说他就是不对 那没有对错问题 只要解决问题就好了 所以这又第一点 想要别人听你的 你不用强求 他一定要跟你一样 接下来第二点就是呢 想让对方听从你的意见 无压的说服力呢 就是不批评对方的做法跟想法 但是你提供他更好的路径 想要成功的说服别人呢 就请你要切记 不要一开始你就告诉他说 你的方法是错的 你的这个习惯要改进 你的这个做法是不对劲的 当你想要说服他去同意你某一件事情 或是顺着你的意思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但是你一开始就告诉他说 你所有的想法观念 你的做事的方法都是错的时候 人就是那心里会逐起那个防卫之心 就是说你在批评我 你在说我不对 那他就会拿反唇相机 或者甚至他就会觉得说 那我就不相信你 谁说我是错的 就会减少等上去 哪怕你说的是对的 哪怕你意见也是很好的 但是你第一时间就否决了他 就觉得他是不对的 那每个人就会那种心态上面 就会有那种就是拼个输赢啊 或者你知道我就是卸不下我的面子 那他就是反而 你后面讲再多的好话 或者你后面 即便你的建议是很良善的建言 他也听不进去 所以你是可以不认同他的想法 甚至你也不认同他的思维 但我觉得就是不用纠结于价值观 或是信仰上面 或是个人想法上 一定要合而为一 或是要拼个输赢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你只要提供他面对问题 他该如何解决 跟你期待他怎么样去做事情 其实有时候就这么简单 你就告诉他说 我希望你怎么做 那他就找那个路去做 你不用跟他纠结 说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教你这么做 就是你要跟他解释你的三观 你会希望说 你的想法跟我是一致的 但他可以有他自己的选择 但是他只要知道说 你告诉他的这个选择 是更好的选择 你也不用刻意的去批评他 说他的那个想法 跟他的做法是错的 你只要告诉他说 我这个方法更好 就这样就好了 但你去批评他就有防卫性 那你不讲批评 你只跟他说 我跟你讲 另外一条路是更好走的 那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你很像也没有批评我这个人 那很像提供给我另外一个选项 举例而言 他可能在吃某个东西 你拿出个更好吃的东西 但如果你前提是跟他讲说 你这东西超难吃 你要吃我这个 他就会觉得说 到底多难吃 你懂吗 他会引起他的好奇心 跟那个顺服欲 但如果你跟他讲说 脸刚会端上来 就说 我这个真的很好吃 你要不要吃我这个 你这样听就想说 对呀 很像你这样讲 很像吸引我感觉 那个 你会就好奇说 我这个有多好吃 而不是因为他讲出 那个前提说 你做的那件事情是错的 你不想要去验证 我这样真的是错的吗 人就是我这种顺服欲 所以这是第二点 你不要去批评 他的做法跟想法 你只要提供 更好的路径给他 只要他听进去 觉得说 这东西也很更好 那他觉得说 这个东西真的在他心中 觉得说 很像美败 那就够了 那他可能就会选择这条路 他就不会去选择 他的老路 你不用特别去 点出说 他之前的错误 或者他那条路 真的是很不OK 接下来第三点 关于说 想让对方 听从你的意见吗 五个 无压力说服之道呢 就是三 请去创造 这样比较有力可图的态势 你想要对方去依循你的 就是建议的方法 去做事情的话呢 单纯只提出意见的话 那只是第一步 那不构成 就是他要去跟随你的 这个驱动力 有时候你就要创造 那个所谓 急迫性 还有有力可图 就像是我刚刚讲的 今天菜端上来 你们两个各有一道菜 你要说服他还吃你这道 你不希望他去吃他原本那道 那你要怎样说呢 你可能单纯来讲 就是说 我这个东西比那个好吃 但我跟你讲 你这样讲 其实单纯就是比较之下 那他觉得 我吃那个很像也不会饿死 他吃到原本的那个 那条路也是OK的 但我刚刚讲说 我这东西要趁乐吃 就是我的急迫性 再来就是 我这东西比较贵哦 我跟你讲 他就是真的比那个贵两倍 他觉得有力可图 他就觉得说 你这个over 很像是 的确是乍看之下 好像是比较对的一条路径 你懂吗 这就是所谓的有力可图 跟那个所谓的急迫性 这样就比起 你单纯跟他讲说 这个东西很好吃 他就觉得说 so what 我这个也很好吃 但是如果你给他 额外的 就是所谓的加码 跟额外的bonus 他就觉得说 相信之下 你那条路 好像是比较正确的 他就觉得说 他舍弃他现在的这个东西 很像是不会损失 而且会获得更多 就他会对于这个选择 是有期待 有渴望的 他才会持续的 听从你的意见 跟追随你的想法 而这是第三点 接下来第四点 关于说 想让对方听从你的意见吗 无压力的说服 知道呢 就是四 换位思考 跟体调差异 意中求同 就可以找到共识 你想要成功的说服他呢 就是你得让他 真心的感受到 你的意见 跟你的建议 是真心的为他好 而不是 后面这句 不是为了你自己好 很多人给意见 他可能就是说 你这样做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怎么样 你这样做 我这样就很开心 听起来 你就会很明显的 听到那个话中 是你把这个局势 变成是你融入到这个里面 做个选择 所以你才会叫选第二条路 但如果你今天 懂得换位思考 你今天的立场 是站在他的立场去讲 你就想说 我帮你想过了 你做A选择 你可以得到100块 你做B选择 可以得到80块 就是这么简单 就以他的立场去做选择 不参杂其他你的考路进去 或者是其他的因素进去的话 那你去思考完这个论书的时候 你在跳脱 你刚刚的那个帮他想 或站在他位置去想的那个逻辑 你在自己回来自己的这个位置 就是以客观的角度来反思说 我刚刚知道的论述 是不是就是是无死角的 而不会就是你站在原本 就是自己的角度 在说服他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盲点 因为你就会把自己的利益 也包含进去 或者你就会把自己 也融进去里面 就以我们的思维 在帮他想事情 但是其实是 你要站在他的思维想事情 你这样子在说服他的时候 你才会懂得他在想什么 跟怎么样说服他 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所谓的 意中求同 因为你就会发现说 如果站在他的位置思考 可能就会跟你原本的判断不一样 因为他就不用把你考虑进去 那他不用把你考虑进去的时候 他做的选择 有可能就会偏向利己主义 但如果你今天把自己考虑进去 你就会选择去以双方一起 来思考个共乐的概念 当然你想要说服他的时候 你就会希望他是选择 共乐的这条路嘛 那你要让他选择共乐的这条路 你得先就是知己知彼 他如果自己一个人做那个选择 他觉得他就是赚比较多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选择共乐 那你得要再花更多的论述来 告诉他说 你选这条路 共乐不只是我赚到 你也赚到哦 你懂吗 你这样才能够真的说服到他 那所谓的意中求同 就是你不要去针对那个两方的不一样 而是针对两方可以共同拿到什么东西 或是中间价值观 或是中间意见有什么交集之处 你要去放大那个交集 跟放大两个共同之处 而稍微回避掉不一样的地方 这样才能够让你的说服力更强 然后让他愿意跟随你 而是第四点 懂得换位思考 提亮差异 然后意中求同 找到共识 现在第五点关系说 想让对方听从你的意见吗 无压力的说服方法呢 就是帮他省麻烦跟降低难度 那这样再说服起来就会更有力道 你想让对方无痛的听取你的意见跟指教 你就得去抓住一个词 叫做内心的摩擦感 你要去降低他那个摩擦感 就是你叫他说 我跟你讲 你今天如果这样做的话呢 你就可以省去时间 也不用多花力气 我之前听到一个案例是说 之前有个卖家具的 卖床垫的 他们就是想要提高自己的这个业绩 那就一直想不到突破点 有一天他们就去问客户说 你在买就是床垫的时候 除了这个实际上这个床垫 好不好用之外 你有没有什么困扰 然后他就说 那有很多客户来就是说 我其实蛮想买的 但是我旧床垫没有办法丢 等到我把旧床垫 就有人来帮我带走 或是环保局来带走的时候 我就会买新的 那这时候这个新床垫的那个公司 就想要说 那我我如果提供的服务是 我送新床垫给你 我顺便把你把旧床垫丢掉 这样就立刻业绩往上升了 这就是所谓的降低那个摩擦力 所以你想说服他 你就要去找到那个降低他摩擦力 跟降低他就是去选择这条路 就是比起别条路来说 他选择你现在给他的指示 这条路是最省心力的 而且是一条捷径的花 而且他甚至不用再多花 额外的时间去思考 甚至你还要帮他排除一些障碍 那他就会索性就跟随你就好了 他这样就比较轻松 不用花脑力 不用花心理 如此一来 你就可以成功地说服了一半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 已经头已经答应你了 就只能差一点点 其他的一些推他一把 他就会跟着你走了 而这是第五点 帮他省去一些麻烦跟降低 执行真心的难度 那他就会愿意去跟随你 好啦 今天就简单地以五点关于说 想让对方听从你的意见吗 五个无压力的说服之道 在此提供给你做参考 那关于今天的这一集 你就会觉得蛮实用的 赶快推荐给你朋友来听听 好啦 就今天的骑士尼盖 下次见啰